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两个人就讹过很久 最后这个老师就把这个学生告到法院 就跟法院说 他说你或者学成了 你或者没有学成 他就这样讲 如果你学成了 他反过来用这种方式 今天我把你告进法院 如果法院判决你赢 则我把你交好了 判决你赢 则我把你交好了 判决你赢 或者判决我输 你再还我钱 所以这个老师留了一手 整这个学生 那请问这个学生怎么回应 你们都念过逻辑 两难论证了 再反过来讲 所以这个学生就回应他说 老师如果法院判决你赢 则表示你们要把我交好 不用还你钱 如果法院判决我赢 则根据法院判决我也不用还你钱 所以法院或者判决我赢 或者判决我输 我都不用还你钱 所以这个老师就输掉了 各位同学 这个叫做两难论证 就是我们又叫他双刀论证 就是左右为难 这样懂吗 左右为难 那现在下面举个例子 有一天 这个阿拉伯的军队 回到的军队 阿拉伯回到的军队 打进了军士坦丁堡 打进军士坦丁堡之后 这个将军就下令烧掉 军士坦丁堡里面的 图书馆里面的所有书 当时将军下面有一个人就说 报告将军这里面的书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能烧 最后将军说 如果这个图书馆里面的书 里面讲的跟阿拉似阿拉的旨意相同的话 则是不需要的 懂吗 如果这些图书馆里面的书 讲的东西跟阿拉似书的信奉的对象 有没有 跟阿拉的旨意是相合的话 则是不需要的 如果图书馆里面讲的这些东西 跟阿拉的旨意不合的话 则是不能要的 或者是不需要的 或者是不能要的 统统不能要 烧 那你如果是他下面的人 你怎么回应 你怎么回应 所以回应的方式就是说 如果这些图书馆里面的书 所讲的跟阿拉的旨意是相合的 这是符合真理的 更是需要保存的 因为他可以从多方面来解释 如果他是跟阿拉似书不合的 更显示出 这个世界还有更重要的保障真理 所以不管是需要 还是不要的 都是要留下来的 对不对 结果后来 这个将军 下面那个人讲不过将军 所以图书馆书就烧掉了 那各位同学知道 这个历史的故事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就是 亚里斯多德的书 在这次浩劫里面就烧掉了 可是呢 其中有一个人 就把一些亚里斯多德的书 就带到了非洲 一直沉默了 一千四百年 后来一千四百年以后 后来再带回来欧洲 才造成了这个 亚里斯多德运动的复兴 最重要的是 Thomas Aquinas 有没有 各位同学记得这位 这就是我们的两难论证 跟各位同学说明 这是演艺方法 还有下一条 规纳法 我们简单的说夹设法 所以我们用夹设法 跟假言三论论就很像 那概然法呢 有两种 一种叫平均法 那一种叫做统计法 平均法 所以各位同学要记住 所以我希望课后各位同学上I can 去查 去看这些 统计法 跟统计法 你们报过两个 平均法跟概然法 平均 就是我们问 你几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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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你们所有的年龄 相加 除以你们这些同学的数字 就得到了什么 那平均年龄 对不对 所以 那如果今天突然进来一个老师 那一个学生 我说 我说你几岁 老师我二十 你就二十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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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有个同学进来 说你几岁 老师我六十 那你们的平均年龄就怎么样 就增加了 对不对 那各位同学都知道 我们用平均法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平均财富 怎么样 平均财富 那台湾人的这个平均存活的年龄 比如说现在听说 现在我们的男生啊 大概是七十六岁嘛 平均年 那听说女生也到七十九嘛 所以这个 这个意味什么 台湾的寡妇就比较多嘛 对不对 这个女人活得比男人长 当然如果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研究 为什么女人活得比较男人长呢 因为女人比较不像男人那么压抑 男人很多压抑的情绪 都不会表达 那女人就会表达会哭啊 你看有多少男人会在路上哭的 对不对 当然很多女人在路上就会哭啊 对不对 感动的就哭 然后男生就在旁边说 你说女人神经病 这有什么好哭 这也要哭 那个也要哭 一天到我都哭 怪不得黄河水那么多 那么一塌糊糊 有人就讲这个 就讲平均的法 平均大概是 那盖塔法就是一种统计法 另外一种叫统计 统计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 根据选举 这个最上礼拜六 这个传说 听说我在国外 听到说国民党双输嘛 对不对 这个云林县立法委员补选也输嘛 后来这个 澎湖的公投也输嘛 可是开始的时候 统计的时候 大家是觉得 澎湖的公投一定不会过 大家都那个根据统计法 可是没有人敢猜到 云林县立委的补选啊 民进党会赢那么多 他们都认为 大概差不了太多 结果后来证明 国民党的两个候选人 加起来还输那个民进党的人 所以就可以理解了 然后呢 这个统计完毕之后呢 出来什么事情 就开始猜测 所以你看所有的报纸都说什么 说是对马一九的不信任投票 对不对 都这样讲 可能是啊 也可能不是啊 所以你那个后面的结论 就没有什么统计 的效果 没有什么统计的效果 第三个就是类比法 类比法我们就说 两种 一种是同类比较 因为相同 所以我们比较他们的不同 因为不同 我们找出他们相同 所以 同中求义 跟 意中求同 你们在做同学 请问你们相同的是什么 富人大学的学生 不同的是什么 男人女人 对不对 女人跟女人之间还有不同 你们两个有没有 你们这四个女人有没有差别 看一看啊 有没有差别 你们四个女人 那从外形来看有差别 对不对 比如说身高 你们四个人谁最高 那我不要讲谁最高 可是四个一站起来一比就知道 所以我们的类比 一比就出来了 那谁那个近似比较厉害 我看你们四个都有近似 那类比法在逻辑上来讲有两种 一种是用量来比 一种是用值来比 就是 最后一个我们叫做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 各位朋友都知道 因为有因就有果 有果就有因 那哲学的因果关系跟科学的因果关系不太一样 科学的因果关系是 有因未必有果 有果必来有因 懂我的意思吗 可是逻辑上来讲 是有因就有果 有果就有因 所以这个 所以不要以为科学的逻辑就符合哲学的逻辑 不一定 科学的逻辑是事实的观察 而逻辑里面的哲学的逻辑呢 它是理论的这个发现 所以它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宗教里面就更糟糕了 更厉害了 都说善有三暴 恶有二暴 不是不暴 所以它们是相信因果律 所以有因就有果 有果就有 对不对 一样的说明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归纳法下演 最后我们就是要讲到非形式逻辑 有两种 一种是内涵错误 一种是语词错误 语词就是语言的表达 因为你使用不同的方言 而造成的误会 我好像在你班上有提过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在大三的时候上伦理学 那伦理学老师是一个大陆沦陷的时候 就跑到国外去的人 他来不及学国语 所以他都是讲上海话 讲上海话 所以有天来给我们上课 突然讲伦理学 讲上帝的妹妹 对不对 上帝的妹妹 那我们就想说上帝还有妹妹 对不对 这个上帝哪里有妹妹 我们就举手问他 老师上帝哪里有妹妹 我们知道上帝有兄弟嘛 那兄弟叫洪秀全嘛 对 洪秀全叫耶稣叫天兄嘛 然后有上帝 老师上帝有妹妹 怎么会有妹妹呢 那老师就火大说 那上帝哪有妹妹 我来这里讲上帝的妹妹 那你上帝的妹妹什么意思 发了半年人是上帝的秘密 上帝是上海话 上帝的妹妹 上帝的妹妹 就是爱内部 好 那我们先到这里 下礼拜我们来做这个辅导课 好不好 好